你啊 操心的命 哎呀 哎 等等 我问问你们 昨天晚上我们家院里有人偷东西 是从你们家那墙翻过来的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呢 哎呦 这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都是怀疑对象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妈妈妈 她什么意思 快把妈先送回家去 妈 你先回去 我是说事实 忘了还不成绩 阿姨 我想找您聊聊 找我聊聊 请进 请进 老公叔 你跟什么 我 我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 我呀 正要去你们家找你妈说点事呢 我在街道那个纸花厂 给小秦呢找了个工作 让他带着几个小姐妹一块过去干点 一个月工资呢是十八块钱 半年以后就可以转账了 哎 妈老师 这二十块钱再推来推去干嘛呀 来 给你妈拿去 对对对 那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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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我 我不要啊 那个什么 那个看病得花不少钱呢 是不是 那个 再说了 我 我们家不不缺钱 那你主上给你留下不少银的啊 怎么说话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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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钱的事 我 我 我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啊 那个 小秦吧 他 要回新凯湖 我刚才呀 跟校长聊了一会儿 嗯 他家里边没丢什么东西 就是受了点惊吓 他受惊吓 他把别人吓得还轻啊 叫你哥哥瘦的 三根筋挑一脑袋 瘦成猴了 就是他给吓的 他受惊吓 我跟你说 跟你 你知他 按老话说他什么呢 就是一官方人家的填房 冲洗一梦呢 哎 贾斯文 妈 其实你平时看他目中无人那样吧 他这心呢 真不坏 他不坏 因为他不坏谁坏啊 他先害你哥哥 又害他亲侄那儿 你 就一菩萨心肠 看谁全是好人 不是 妈 你就不看别的 他是五月的后妈吧 他又一把年纪了 现在又要接受批斗 又成天地为吴叔叔提心吊胆 再说了 咱们又是邻居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就关系闹得太僵了 这样不好 行 行 那个 妈听你的 往后不跟他打了 好吗 说这顺道呢 瞧这模样是大道理碰了钉子了吧 这臭子妈她是人惨嘴不惨 太犀利 我 我这大道理还没讲呢 光刚就给我塞老运棒子 我 我硬是没讲出来 你就一废话 你不会直接说吗 我当然说了我 你怎么回事啊 人家说商量商量 现在指不定怎么开迷你回忆 得 这一商量 准没什么好话 我是臭子 你快出来 三更半夜的 不是找着干吗呀 该不说你这没心没肺的玩意儿 我跟你妈都快急死了 你 你 不是 我以后招惹谁惹谁了我 小青啊 都快去新凯湖了 我知道了 她贼心不死 不是 我说啊 你说就你这种态度 她谁能跟你过一块儿啊 我的爸爸 我哼不能我天天跪 我对马小勤面前了 你们到底之间有什么问题啊 别喝了 我诶 实话跟您说吧 马小勤这心里啊 还练着另外一男的呢 隔壁 当官他们家大公子 伍玥 秀子 还有这事 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说 去他了嘞 走 上他们家 神经半夜你这是干什么 去他 来来来来 我觉得您说的这也是一招 明儿 明儿早上起来 我去他们家找那校长去啊 先睡觉 我说你回来 回来 这要紧话刚说半截 你怎么又宴回去了 说 又不是今儿发生的事 你急什么 我这困得地劳劳劳的我这 哎呦 儿子哦 你可真是农村养那鸡啊 天一黑你就得上架了 行 行 行 去看看几点 十二点了 自午觉都耽误了 咱们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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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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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睡去 哎呦 说了 给给你 还有你那帮导弹的姐们 找工作了 纸花厂 纸花厂 哎 我听着就晦气 甭理他 他有千条计 我有老主意 睡觉 不错 优优独弹 以导臣 里面 怀疑 眼泽 他的 cargo 是 他 老 której видите 我 那 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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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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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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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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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的好啊 早起的鸟有食指 走着 来来来 跟你说个事 有两个精神单位 同意你们事工 一个是没建公司 一个是介绍这儿玩场 你建建公司是大人 买肥的没肤 不去啊 不当没肥子啊 不说话没什么把你当哑巴 你没意思吗 我不知道你姐姐用这个 你让你去 他们都同意 我的意思是 我还是要同意 你干嘛去啊 校长 家里边昨晚又闹贼了 哎呀 这半夜里常来 不过 已经习惯了 就是 不知道上哪儿去报警 挨杂杂吧 造贼 总比 挨抄家强啊 这多少他不砸东西 打人呢 我呀半夜 拿两个杠子 把我那屋啊 给堵上 别伤着我就行 校长 那家里边丢什么东西没有 好像还真没丢什么呢 那您说 这贼到底图什么呀 我还真懒得想 校长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有事不行啊 校长阿姨 那您先歇着 您放心 闹贼的事 我会帮您查清楚的 我明白了 那我走了 前些日子 你不是说五月 被当苏联间谍给抓起来了吗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其实五月在政治上啊 也不严重 她现在最主要问题就是 跟马晓芹 那关系 不正当 不可能 五月啊没有政治头脑 说话油腔滑垫 但是作风还是正牌的 不是 阿姨您您可别忘了 这五月是从苏修学习过来的 那脑瓜子早就被修正过来了 并且留学期间 跟苏联女人勾勾搭搭搭 这 我 对你的遭遇表示同情 可是你可不能信口开河啊 那 我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 你这个小青年 外表倒是挺憨厚的 可是内心怎么这么诡诈呀 对 你说 你把五月说成苏修间谍 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你不是就是想把它搞臭吗 完了你的媳妇就灰心转意了 也许这个办法挺管用的 可是 不太道德 我很鄙视 不是 不是 小青阿姨 您要是这么想我 就真冤枉我 我相信我的判断力 得 反正您老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那问题都得解决吧 五月勾搭我媳妇 那不能成我的不是 这五月的作风问题 我还得找马晓晴啊 核实一下 实在不行 找纳姑 交换一下想法 嗯 不过我看你啊 要好好地斗司劈修 争作一个表里如一的好青年 我问问你啊 是谁给五月定的特务罪啊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哎姐妹 要全国粮片吗 那您有全国粮片卖吗 那您来这干嘛来了 哎别走啊别走啊 哎 SING 这事情啊 都没有 都没有 不可能 你们 啊 对啊 compress rabbit 我就是 你们都给我回来 回来 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 你 大医 你别哭了 你这又是为什么呀 你哥昨晚来了 说你要回心开户 这闹得全家都不得爱你 您这话说得严重了吧 以前家里没我的时候 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就不得安宁了 现在怎么一样啊 你的媳妇刚刚嫁进我们家 没两天你就得一走 这种街坊邻居的怎么看 我跟亲戚朋友都怎么交代 你说人活脸是活皮的 你这一走啊 公家的脸 一下子就掉地下了 你想得太多了 你不用跟任何人交代 人活着不是给别人看的 得自己家合适 你爸他好不容易 给你和你那些姐妹找到了工作 这班还没上呢 你们这就要走 你爸呀 这愁的呀 这一晚上坐在这炕头上 在安身叹气呢 这事是我做得不对 我叫他俩好好跟你商量商量 就死活不同意 说是怕耽误了你 这不过我一着急 我就把这尿盆给扔出去了 这倒好 这两个男人全跑了 你说就留下我的意 阿姨 以后您别再甩尿盆了 我一个窟窿 要两三毛钱呢 一会儿我公叔回来 你跟他说一声 我先去上班 姑娘们 到了啊 来 哎呀 主任 人我给你留来喽 快快快快点 快点快点 高同志 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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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就他们这些毛毛虫我根本不怕 告诉你 惹毛了 本姑娘一把火把这儿烧了 让你这殡仪馆赶火葬场 葬场啊你 啊 看着看你 戴转月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哎 你俩干什么呀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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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这干嘛呢 妈 您这干嘛呢 完了 出了贼了 啊 丢什么了 有粮票少十多斤呢 看看 这 不对啊 妈 咱家几十斤粮票放在这儿 啊 你说就少了十几斤 哪有这么客气的贼呀 是不是我哥哪儿缺我 你哥 哎呦 他饿着都不下厨房的大大爷 他 他他拿凉票干嘛使啊 他拿凉票 您别着急 您再好好找找 我也帮您找找 找什么找啊 这家底全在脑瓜子里呢 这可真是棋了敲了 先是校长家闹贼 这回轮咱们家了 您别着急 谢谢啊 有再来话啊 小琪 知道刚才那女子是谁的吗 我只认这个 不认人 她是我嫂子 拿过来 你嫂子 别逗了 赶紧拿过来 成 算我认贼 小琪 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臭子那家伙根本没疯 你别跟我套近乎 保持距离 小亨 嫌弃我了 那就再见呗 站住 把臭子的钱还给我 那是我跟她的账 让她来跟我算 我说了 把臭子的钱还给我 最近手头有点紧 这事儿 回头再说吧 你觉得你今天能躲得过去吗 还钱 你别逼我 我逼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当年的劲道了 当票虫沾黑道 小心我黑了你 你黑我 你这城市还不够 赶紧还钱 我现在真的没钱 那我就信你一次 赶紧凑钱 明白了吗 你要是让臭子的那些虎朋友 把你背着拉 后果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捣捣出来 你回来 保证 姐 姐 你现在在哪上班啊 纸花厂 纸花厂 街道办的小厂吧 那哪是人呆的地方啊 你怎么能上那上班啊 就凭你这条件 我现在还忙着呢 你好自为之 嘿 还是那大傻妞 大姐 灭着良心弄了这几毛钱 你得省着点用 我都饿了一天了 再这么下去我就要走人了 你去哪儿啊 去南方得坐火车 哪有钱买票啊 那你也不能不给我吃饭的钱呢 我不是正想办法呢吗 来 我这儿还有几块钱 还有点粮票 你先拿着吃饭 拿着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我从票证黑市那儿跟你过来 那你都看见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是我父亲 一年前 得了癌症 活哥半年前脱关系 把父亲从南方的医院转到北京 但是现在还欠一百多块钱医药费 其实我回咱家就一个目的 去校长家偷钱 一个女孩子干这种事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校长是我爸的亲妹妹 她应该尽这个责任 你有这些困难 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呢 我凭什么去麻烦你们 再说 你们哪来的钱呀 不 我不去 我不去 我没脸回家 你还想不想救你爸 走 走 你呀 就一糊涂蛋 妈 不是 就那个那几斤粮片能卖几毛钱呢 上言 你俩都上言 大钱在这儿 大钱在这儿 今天呢 我把这账 摊到桌面上 让你们哪 看得明明白白用的 踏踏实实 这钱哪来的呀 一百块钱 是我压箱底的 那一百五十块钱 琴子 从农场带回 这钱哪来的呀 一百块钱 是我压箱底的 那一百五十块钱 琴子 从农场带回 这二百块钱 这二百块钱 拿走 给你爸当医疗费 剩下的这个 先给我这背着 用时候再拿 你们看这儿成吗 妈 您贤明 谢谢爸 又快起来 快起来 为什么 快呀 快起来 琴子 快 让她坐下 坐下 你这贵什么劲啊 钱是你们挣的呀 再来说了 这么个用法 我这心里滋润 妈 这钱算我先跟您借的 将来我一定还 还什么还啊 这都是身外之物 来之淡然 去之泰然 不叫几张枕 你妈我这辈子 活着就俩字 俩字 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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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闺女随我 比我更大气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是个苦命人 我认了你 但叫穷字办一辈子 我不服 妈 我以后也要向琴子学习 也要给家里赚钱 你跟我学的什么劲啊 你是搞学问的人 好好做你的学问 别把样房鱼弄丢了 哎呀 经过这场磨难哪 小童也算食了人间烟火了 好事 这么着呢 我就放心了 拿着钱 赶紧上医院 守在你爸跟前 别回来 尽孝得抓紧 晚了 就来不及了 拿拿 快去吧 慢着 谢谢妈 去吧 谢谢妈 快去吧 尽孝得抓紧 晚了 就来不及了 秦子 你想什么呢 刘芊 我觉得吧 这儿不属于咱 咱们应该回实验室 那儿才是咱们 北斗七星的地盘呢 你是又想五月了吧 马尔芊同志 我可得严肃批评您 你也太自私了吧 好 你回去了 这五个月 你接着几个呢 回去连对象都找不到 就嫁不出去 你负责任 一鞠躬 二鞠躬 我真想回来 我都去哪儿呢 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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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干吗呢 你们几个要干吗 干吗 这不是成品解验吗 你说 万一人家来一鞠躬 这散架了 多不好啊 一鞠躬 你 你 你们几个诚信照我 是不是 诚信照我 是不是 不财公物 你得赔 得赔 一定得赔 你说哪儿找你们这四个二皮 我们四个二皮脸夹起来 也不如你一张脸厚 姐妹们 你一张脸皮厚啊 你再给猪草肉啊 给他一大口 你再给猪草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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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什么闹 闹 小青姐 闹 闹 闹 乖 你们手闲不住是不是 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欠管教啊 这狗啊 就改不了吃粪 闹闹 闹闹 别闹 别闹 麻呢 麻呢 又不是新郎官 别闹 这好我美吧你啊 这死人带的花 特别合适你 怎么 怎么死人啊 闹什么的 来来来来 金子 你干什么呀 金子 我爸你请你吃个饭 行不行 我晚上要加班 没空吃饭 有事赶紧说事 我求求你了 你就搬回来住吧 你觉得可能吗 不是 你怎么就不能想想 咱俩过去的好呢 我过去一丁点好你都不念 我要是没念你过去的好 我现在能成这样吗 我要是没念你过去的好 你装疯那会儿 我能像保姆一样伺候你吗 能吗 不是 这段咱们先不说 咱们再往前 再往前那时候 我还可以吧 再往前那会儿 你还确实挺好的 但你现在也确实挺坏的 而且这坏套路 我改 我 我 我一点一点 我全改 我一当就当马 我改了不行吗 你干什么呀 行 人当得好好的 干吗当生口 你让我怎么办吗 徐作人 让我找一个 你自己合适的 你让开 听见没有 你给我让开 聊得好 我очеaraoh告诉你 我耗你一辈子 晓光从这儿 你好 江生 走走走走 这花儿 谁丢这儿的 你们长内四个小女贼啊 好啊 可就我给对着了 哎哎哎哎 站住 早给我站住 梅兰竹局四个见习女生 公然偷盗工厂产品 国家财务蒙受巨大损失 经研究决定 开除 公奶奶我还早就不想干了 就跟你这个 走马路地打下手 我先丢人 说什么你 说什么呢 你给我再说一遍 你给我再说一遍 干什么 干嘛呀干嘛 干嘛呀你们俩 这是你 放 放手 阿姨松开吧 哎呦呦呦呦 今儿几个 走 哎 搬那啥呢你 不是 行 你怎么 哎 你干嘛呀你打我 你你你干嘛呢你打他 我说 我说你这嘴怎么这么欠 不就几朵破纸花吗 你满事一张是什么你 问我什么事啊 我问你什么事啊 啊 你跟那个清洁婶一告发 那四个丫头啊 拿了几个纸花 把她们都给开除了 我哪是在那里面 问那么多事啊 我不得实事求是啊 你救这命啊 你命里不该有小群啊 你这话怎么说的 你啥意思 我什么意思 死说活说 才进了这场子 这四个孩子呢 就拿了几个破纸花 您这儿子 就给人告发了 得 一锅会 那这下小群去新凯湖 可不就是名这言事了吗 哎 你这臭的 得 这下 连我这种嘴都得给摸上了 你这孩子 那是你儿子太笨了 哎哎哎 哈贝 别笨了 你怎么说话呢 乔建明 乔建明 都到这时候了 还没醒过闷儿呢 我看啊 小群的事咱也别管了 孩子要走就走 顺其自然吧 啊 在谁家的媳妇啊 凭什么她想走就走啊 那咱们凭什么 就硬把这鸡和兔 关一个笼子里啊 你这说了半天 你到底像是谁啊 你有点志气好不好啊 我有志气 我就要买有钱啊 儿子啊 你呀 我说句公道话 那你不配 你谁才怕呀 哎 这么说话 我就这么定了 哎 哎 话没说完呢 我不告诉你了吗 我决定了 以后孩子们的事啊 顺其自然 咱们谁都不要干预啊 哎 干嘛去 喝酒去 你给我回来 你回来 哎 回来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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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拿拿拿 拿拿拿拿拿 拿拿拿拿拿拿 拿拿拿拿拿拿 哎 你今儿敢摔这尿盆 我就敢把房点了 你 妈 那不然你今儿先别摔了 明儿吧 啊 明儿 哎呦 回 闺女 开除的好 妈一听那指挥上就恶心你了 哎 没错 这开除了 正好就回忆新海湖了 是吧 是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四精灵 他们还没玩够呢 现在最关键的呀 他不是四精灵 是那个 对面的 少来 都不用商量 顶多打个招 那怎么都不跟人商量 打商量商量 你怎么来了 你都是 给你新铁的饼子 还热乎了 快点 他们抓的是你 没事 行行行 赶紧 走 我想让他跟校长写封信 给他报个平安 毕竟我们俩 是多年的夫妻了 他一个人在北京也不容易 你就看在老爸的面子上 你就不要计较过去的 鸡毛蒜皮的事了 那我要写信 他们就知道你在这儿了 那你就别提我啊 你说说你的实验 提提到我事了 实在不行 你说说梅燕秋 你吉姆是个聪明人 他一看你的信啊 他都知道你是什么用意 说不定啊 他还会把这封信给小秦看呢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别愁我行不行 把现岁数打了 你不能让一个老年人 为你年轻人掉泪吧 我知道 马晓芹 马晓芹 妈 刀水的怪号 冬鱼到了三千几 妈 李宝财 到了 这看着眼熟啊 您不是菜场肉档那张师傅吗 少废话 我现在是红三思联洛园 三天后 范司令指令你在这天赋楼 弄几桌拿手好菜 这个 这是革命任务 只要你完成得好 立马解放你 那 那您得先解放啊 我如今是走资派 我出去说话 没人听我的 这好办哪 范司令一句话的是 这范司令 他喜欢吃点什么呀 对了 他还特别交代了 一定要有精酱闷白鱼 他真是为大行家呀 皇家才是 可是 这个问题是啊 有问题自己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你麻烦就大了 走 要好点是什么 要点就是 往革命行动上考 完全正确 去 我走了 你说一个卖鱼 还整成了革命行动 非能善悟了吗 你到底去不去 我是革命干部 卖鱼钱 撑河提供了 我这没有什么野心 生活好将就 晒热带呀 喝点热茶 行 冷的 等着喝西北风了你 得行 这么多鱼啊 这咱一辆车得拉多少烫呀 一会儿回去多找几辆车 这样咱就可以少拉几烫 行 小三人那边小兄弟啊 都来 好 好 来 你把它复好了啊 好 来 好 慢点啊 李经理 刚才扒扒鱼没有 哪儿有啊 这个水产冷冻市场 连条带鱼都没有 我再想想办法吧 好嘞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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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口那板车借我用一下 你借板车干吗用 我帮清姐拉大白鱼 大白鱼 可救了我的命啊 去去去 你给我弄上十几条来 人家那人卖钱呢呀 我给钱啊 我照单全收啊 人家在自由市场 还能卖高价呢 这可关系到你爸的生死存亡啊 你这命令 太情侣红毛了吧 你快别蒙我了 钥匙 行行行 这样 你告诉我 这个马晓芹在哪个自由市场 我填个老脸自己去 走走走 你给我钥匙 你你告诉我在哪个自由市场 你那给我钥匙我 少费吧 走 新凯子大白鱼 新凯子大白鱼 快看 快看 新凯子大白鱼 快看 新凯子大白鱼 来 新凯子大白鱼 你过来看了 新凯子大白鱼 快来 新凯子大白鱼 过来看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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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来 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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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凯子大白鱼 帮你 保留 保留 这鱼啊 我们留下 你们 我们 挣了钱再对半分 兄弟们 ẻ 真敢想啊 儿 告诉你啊 我们既然敢在这儿练摊 就不怕有人来闹事 明白了吗 还真有不怕死的 这些鱼啊 是我们的命 怕死保不住命 要不咱这 咱四六分 双方不伤和谐 行了吧 看那儿了吗 那边有太阳 去那边晒回去啊 我发现你说话转得很啊 不怕我破了你的牌 我啊 对 我怕 就你们几个 是不想破你牌 整个一出发街 他二大爷 AOV AOV你们几个 你还有什么呀 你牙疼啊 怕也能挨得出来呀 橘 上去跟他跪我这儿 给我上 七位大哥 我真怕 大白鱼 大白鱼 我打出发 让你 妈买鱼 特好吃的 还敢闹 好 我告诉你们几个 今儿 搁几个没站上你的摊 你们也别想卖鱼了 我告诉你 就那么耗上了 耗啊 哥 七行八十到二混的 今儿个姑奶的卖 还就给你耗上了 耗啊 哎 又来捣捣是吧 鱼交不改 啊 好啊 你们几个给我等着啊 走走走走快走 又来捣捣了 不是耗吗 谢谢领导 别谢 石饼行业来人举报 说你们这货 来路有问题 啊 领导 我们这鱼没问题 这属于自产自销 你们要能证明 你们是自产自销 那就没问题啊 能啊 我能证明 我给您看 您看 看 这是提货弹 这是提货弹 您看 领导您看 我们麦鱼 这属于革命行动 希望得到革命同志的支持 革命行动 这些大白鱼啊 那早在封建社会 可是帝王将相的贡品 我们这就叫 用实际行动 反对封建主义 对 大家知不支持 知不支持 是 支持 支持 打倒帝王将相 打倒帝王将相 让革命群众 吃了大白鱼 让革命群众 吃了大鱼 领导 我们这事千里送友情 哎 快 点紧啊 来快 向战斗在市场第一线的革命同志 追尽 向他们学习 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追尽 多么好的同志啊 啊 这啊 来来来 你过来来来 过来过来 你怎么说这货来路有问题啊 我 哎 哎 你你干什么的你 我是天赋楼饭店的 身份 对 身份 走资派李宝寨 啊 我们差点上了这走资派的档啊 下面我代表市场管委会 批准你们 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董约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大家走走啊 快带走 哎 哎 谁动啊 谁动 开梅雨 开大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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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户大梅雨 快来看了 让让一让啊 哎 过一下过一下 哎呀 同志们啊 鱼来了 鱼来了 哎 咋 怎么了 你别人向你爸高蜜 做了那鱼的事 我啥时候向我爸高蜜 我就借他个板车 那我总得告诉他们那个人 那 那他刚才穿透市场的人 莫收我们的鱼 不会吧 他一走自派 他敢找你们查 我觉得吧 你爸也不敢 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 我知道了 那红战团的司令啊 点名要吃大白鱼 要是没有 就得往死里整 我估计我爸肯定是被逼急了 姐 要不然 把这车鱼给饭店吧 凭什么呀 不可能 姐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一样 哎呀 你最疼我了 你这可以就 帮忙吗 哎呀 行 哎呀 得了 回去问你爸 要多少条鱼 给个准数啊 到时候多一条 他都甭想 谢谢姐啊 甭谢了 回去跟你爸说 积一点音乐 啊 去买一半 来 帮你 帮你 快快快快 哎呦 马老师啊 我有话跟你说 你别这么瞪着我呀 紧张什么呀 不是 您跟我一客气吧 我更紧张 哦 哦 五月啊 来信了 哦 说你那前妻 梅燕秋 在新凯湖呢 哦 这我知道 哦 那可是个好轻衣啊 我年轻时候 听不过她的戏 这仿得真是 朱元玉润的 哎呦喂 您还还还盯这个呢 那也是我年轻时候的事了 也是过去了 是 是 哎 我要给五月写信 你不捎个话啊 哦 谢谢 不 甭麻烦了 那个小 晓芹啊 我过两天就奔那儿去了 晓芹真要去新凯湖 是啊 我 我们家晓芹啊 对 你 你们家五月 那是 这合适吗 哎呀 合适不合适 等 等你知道内情了 再下定论 啊 我加了 嗯 嗯 不好 哦 那个 你 你写信说啊 跟五叔说一事 眼下呀 哎呀 千万别回来 啊 哦 请 嗯 谢谢啊 哎呀呀 哎 马老师 哎呀 真是 挺对不住你的 没事的 过 过去就让她过去了 啊 校长 没事儿闲下来呢 要好家里坐着去 哎 我妈呀 她是 当着面 跟您干架 喂 喂 北地里啊 老说您不容易 啊 她 真的不讨厌我呀 那可不是吗 啊 哎 哎 行 嫁嫁啊 啊 哎 哎 哎 全世界人都忙的 就和你这儿清闲 啊 你还挺舒服啊 啊 您是没闲着 嘿 这一天的润笔费 够买一两二窝头的吗 哈哈 有些人啊 残疾 但是呢 心却健全 嗯 有些人 健全 但是 心却残疾 这首诗 是不是对你有点儿启发呀 哎 轩二哥 嗯 我给你那首诗听听啊 嗯 他有些人啊 写字儿挣挣挣挣不着钱 有些人呆呆着公子照发发发发 发 怎么样 这也是事 嘿嘿嘿嘿 好 嘿 姐夫 好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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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邢邦老师回来了 回来了 看给你是宝贝儿子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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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院不需要那专职开门的啊 啊 干点正事的 不是你让我干什么去 不是你就帮着小秦 看他那需要不需要人手 当鱼贩子 您这心里怎么想的呀 不是 咱不见得非得犯鱼呀 是吧 不是我现在哪有资格 跟马老秦商量事啊 不是你这年纪轻轻的 你就不怕闲出病了呀 哎哎爸 我现在虽然年轻 但是啊 我有定力啊 这费了半天劲 我回北京了 现在得定住了 死等硬熬他 我说儿子啊 你就不怕把媳妇熬跑了 哎哎 这您放心 我跟你说啊 这女的呀 绝对熬不过男的 我再扛五年 马老秦青春也没了 哎哎我更成熟了 八辈 谁到时候有优势 谁 你让您赶紧上班去吧 哎哎五分钟 弄走脸啊 哎哥们儿来一个灭一个 灭一个 灭谁 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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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什么呢 出来 什么事啊 怎么叫啊 站这儿 臭子 哎 我就纳了闷了啊 你七尺高的大老爷们儿 成天缩在家里吃白食 你怎么不想罚他挣钱呢 靠我闺女养活着你 我有工资啊 有工资啊 呦 一串 一串 一串长骨肉 我都念你的 好 得我都这台五分钱 我给你买一块行吧 又回来 亲家 有你这么损孩子的吗 我损他我都嫌废唾沫我 你就不怕别人的耳朵都长茧子了 哎 臭子妈 就你这么糊涂子 你们家臭子他有不了出息啊 有你闺女挣钱养他的丈夫 哎哎哎 你把你那臭不要来的话再说一遍 哦 急了 我们家的宝贝儿子啊 那就是天生的贵人像 马教里还出来贵人像 他叫四个字 傻大黑粗全占权了 就是给我当马夫 我都嫌他笨 臭子 给妈进屋了 回来 我这儿兴话 你看你赶紧去 你给我进来 原来你走一试试 要不是我闺女 心疼你们这一家的真真假假病样子 就她这装疯卖傻的德行 老喽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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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妈起来 背妈过去我得骂死她去 哎呀 行啊 您这少说两句别掺和了 我少说两句 我得骂死那关穿嚷子 我跟你讲 对起码人家是小秦她妈 怎么说也得是我岳母呢 哎 我是你亲妈 咱们就不能让她这么欺负我 我今天啊 非得杀上那叫化子的威风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活得不耐烦了 谁活得不耐烦了 我今天就得骂死她 拿她丢盆来给我 她让我不好受 我能让她好受吗 我今天就不干了 我今天 我今天就没完了 我今天就没完了 谁 天天不就这一套吗 就是 你怎么办啊 不是 不是每天都就是这一套 不是 有点心心的没有啊 真是很清楚 刚从医院出来 抱不着 抱不着 抱歉 抱歉 请家母教训得对呀 臭的妈太过分了 我妈也过分 她一贯是长头驴 跟我说 我恨恨在这儿 替我妈给您赔个补食 千万别啊 这个以后呢 这臭的就交给你妈了 她要赶人这什么 顶嘴就抽她 不不 不能够 我妈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很舍不得 舍不得 我说小马老师啊 你说咱们两家 在一个院子里住着 这又结了亲 那怎么就不能 和和气气的呢 这俩女人 死掐天敌 这怎么弄 那怎么办呢 要乱点干嘛呀 什么呀 穷人翻身得解放 我跟你说啊 前几天我真觉得过不下去了 多少上街抢东西了 不过现在这钱在手里面 我发现 卖鱼这行当 可比加钱包痛快多了 这钱是哗啦啦从手里来 我就发现 这有钱的感觉太好了 要不咱再求豆婶 给咱发点鱼过来 你说什么呢 还没外面了啦 豆婶都给咱发那么多鱼了 我这还直担心呢 这个陈万阳 一定怎么告豆婶的黑状子 其实 咱们要真的想做卖鱼这行当 也简单 咱们姐几个回新凯湖去 踏踏实实的卖鱼 怎么样 哎 你们几个表态啊 哎呀 爸你不能跟我说话 你这一说话 我就分神就受错 哎呀 现在哪有功夫想那些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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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百块钱 笑紧您的 云南 啊 吓着我了 男总 为你你吓着妈了 哎呀 哎呀妈 这怎么就吓着您了呢 这是我辛辛苦苦挣的 这是我卖鱼挣的钱 劳动所得 我没偷也没抢 真的 哎呦喂 我剪半辈子破烂 我没欠过这么多钱呢 哎呦 我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就睡不着觉了 我母大人 一切可好 还想说什么 妈 妈 妈 来呢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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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搞好尺成这样啊 这这围巾是秦人 不是他他让你穿你就穿 这这围巾是你这岁数 哎呀哥 写完这封信就收他 今儿不写了 给大大败寿 哦 不对呀 闺女 今儿不是妈生日 是我老糊涂了 还是你拿钱烧糊涂了 妈 咱俩谁都没糊涂 这个呀 是给您补过的六六寿 别去 这得花多少钱 不行不行不行 哎哎哎哎 妈 这是我们今儿几个凑的份子 我们的一片心 既然是闺女们凑的份子 我 心领了 老秀星老秀星 来欢迎欢迎 来来来 里边请吧里边请 来来来来来 您请坐 我儿子坐来 坐来 我儿子坐来 你快坐坐 我儿子坐来 我坐坐 妈 今儿个是您生日 您还记得这个吗 记得 我六岁的时候 您捡回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当时候您跟我说 这是保葫芦 保我平安 妈 今儿个是您的六六寿 闺女 把这个送给我最爱的妈妈 我让这个保葫芦 保你健康 保你长寿 好 好规律 儿子 不是你送我点什么呀 我 我也亲一下就得 哎呦美 妈 您闭上眼睛 睁开吧 妈 这是您最爱吃的小拔尖 妈 我的背影有臭肉 好吃吧 今儿个姑娘给你买的多 精宝吃 想吃多少吃多少 妈 你过完生日之后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说 以后不准再去捡破烂了 为什么 听我说完吗 哥 还有你 那信摊甭摆了 本来脚就不利的 再把手动坏了怎么办 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 你就是在家 替我把妈照顾好了 让她快快乐乐的 健健康康地活着 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 你不让妈捡破烂了 我举双手赞成 我 我干这会儿我上道了 每天我往那一坐 听这些男男女老老少少跟我续续家长 你 该安排的 该嘱咐的 该骂的 该求的 是不是 我这叫武卫杂臣 我听了这些以后啊 我是心中动情 言之有物 我就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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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齐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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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学了半辈子填字格 哎 教了半辈子填字格 到今儿我才知道 我 我这算是派上用场了 啊 我哪能不给人写了 是不是 我不是吗 家书抵万斤 心理收用先不说 一张纸 一毛钱 十张也就用了半天功夫 一块钱到手了 还是跟女默的强多了 不是 妈 天天我媳妇 还是我媳妇明白 妈 我还要给您说件事 说 过完这个生日 我们姐几个 就准备回新凯湖了 是啊 不过秦子 咱有钱了 得享受几天吧 上酒 受刑期上菜 拜拜 没这个怎么好带这个 小 小药 给您弄好 喝 行 行 我今天她背着让我开 挺好看的 带着 是啊 那个 那个 咱们那小小胖 已经能表现了 你 你干嘛 应该的呀 对对 还请 请那呢 可以 咱们先回来 回 回来 走 小姐 快来快来 阿姨 来来来 来 你呀 谢谢你 谢谢你